要进行维修时经常会遇上乱要价 履修不好等麻烦 甚至还会遭遇到冒牌公司的维修骗局 今天我们记者从省家电维修协会了解到 我省家电维修服务的新规定下个月就将公布 而针对这些问题也有了不少新的规定 省家电维修协会秘书长徐学路介绍 国家商务部出台的家电维修服务业管理办法 8月1号已正式公布 9月份省商务厅就将设立家电维修业服务管理办公室 贯彻商务部的维修办法 重点解决冒充名牌随意叫价之类的不规范家电维修行为 我们会把具体的这个厂家的这个东西啊 从来商务厅和省工商局 最后进行严格的进行处理 嗯 处罚 对 这块处罚会依照什么样的法律法规呢 这个我们会按照商务厅和商务部的文件 进行的事到位 最高的是处罚3万 在此期间 省家用电器维修协会 将统一通过4008815315的免费热线 受理各类投诉